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我們成為香港人最愛移民的地方 而且我們的居住的舒適度 也是世界排行有名的 但是你卻覺得自己的地方是鬼島 這是不是要來了解一下呢 首先我們邀請第一位特別來賓 石聰 美人好 大家好 好 燕麗 大家好 很久沒看到你的 建新 不要忘了我 美人姐好 大家好 好 還有商務艙的朋友 是在台灣的資深香港人 傑拉德先生 你好 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還有一位是我們的王瑞德先生 你好 美人好 大家好 看一下我們的新聞畫面 從口音 多少能聽出些端倪 這位賣飲茶的香港老闆Michael 移居台灣34年 506塊 要打同片嗎 不用 那來到台灣之後發現台灣的地方啦 被香港大 住規矩的環境要被香港好 那慢慢就習慣了台灣了 不確定習慣台灣的香港人是不是越來越多 但至少移民保島的港人創下了16年新高 台灣的收入來講 可能是比香港低一點點 但是問題是 它的消費率又沒有香港那麼高 因為香港的住的問題很嚴重 從文化到語言相近 到生活條件和物價較低 這些都是早期香港人移居台灣的原因 根據移民署的資料 拿到台灣定居許可的香港人 五年前還只有六百多名 2013年一度下滑 但到了去年 移居台灣的香港人 居然達到1086人 比2015年大幅上升了四成 現在更多香港人 因為政治和經濟因素 選擇遠離是非地 不能再跟以前一樣 只要你努力就可以養過自己 養過家人 變化看在眼裡 也點出香港人的憂心 好 那麼是不是我們大家把手臂張開呢 OK 歡迎他們來 對 香港的朋友 You are very welcome OK 是 你為什麼沒有張開手 不是 對不對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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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開雙臂 其實我們過去都一直覺得說 台灣是個鬼島 所以很多台灣年輕人 也恨不得想要離開這個地方 但是相反的 沒想到香港的年輕人 現在也想離開香港 而且他們最想來的地方 居然就是我們台灣寶島 那根據他們最新的統計資料是說 有62%的香港青年 我們覺得鬼島 人家覺得寶島 對 沒錯 那他們有62% 62%的香港青年希望移民到海外去 這個統計數字是創了1997年以來的新高 為什麼會這麼高 主要是因為這幾年 其實對香港年輕人來講 面臨到幾個局面 第一個他們在香港也慢慢的活不下去 包括說香港的房子買不起 香港的物價水準這麼高 他們也活不下去 另外一方面來說 香港年輕人更在意的所謂的自由民主 這一塊好像也慢慢的不見 所以他們現在都非常喜歡 想要離開香港 離開香港他們最想要到什麼地方 居然我們台灣是名列他們前幾名之一 尤其是根據我們的統計數字 2016年移民到台灣的香港人 一共有1086人從香港移民到台灣 這個數字比2015年要增加四成 而且這個數字是不斷的再往上創新高 你會覺得說一千多個人算多嗎 可是你要知道一個人決定移民 他所牽扯到的思考是很多的 對 他可能也是由居家過來的可能性都有 所以這都是要很多考慮 才能夠做成這樣一個事情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值得看到的一個數字 為什麼會有這個數字 當然我們還是從香港人如果往外跑的話 他會到哪幾個地方 我們來幫大家比一比 包括說如果他英國去的話 他要108萬元左右才能夠創業 到澳洲的話要2373萬 到加拿大要2446萬 到紐西蘭的話 四年要投資3944萬 你可以看到這些數字都非常非常高 動輒就是要千萬台幣以上 這個對很多香港年輕人來講 拜託他哪有那麼多錢 我們可以看到最上面的這個台灣 台灣的話只要600萬 那600萬的話是怎樣 他要來台灣設立一個公司 設立一個公司之後 也就是說他存到銀行裡面 設立一個公司之後 這樣就可以來台灣移民 那這個當然門檻的條件來說 是相對比較低 那我覺得還不只是這樣 我覺得對於很多香港人來講的話 他們很懷念過去的那種香港的味道 很多時候他們在台灣能夠找到 過去香港的味道 像我很多香港的朋友 他們來到台灣的話 都是很喜歡去那種台灣的小巷弄 台灣的餐廳去吃吃 那種過去的那種香港的味道 他們覺得在這個地方 能夠找到過去香港的味道 另外一方面來說 其實台灣的這個文化 或是台灣的這些相關的條件 跟香港比較類似 那所以你看對他們來講的話 台灣這個環境是他們相對比較接受 那我覺得這跟過去 97年的移民草不太一樣 97年的話他們都可能都到 英國 澳洲 加拿大去 那因為當時他們算是一個 英國的殖民地 那當時他們的文化狀況 跟那些國家比較類似 但是現在經過十幾 二十幾年這個所謂中國統治之後 其實現在他們反而會很希望來到台灣 能夠變成他們下一個 能夠長聚集團的地方 所以問一下傑拉德先生 當時你們去英國好像很方便對不對 對啊 不用這個投資嘛 反正英國人有一個條件 就是比如說公務員 那些都比較容易去英國 那一般香港人要成為英國人也不難吧 那個時候還是有一點難度 97以前還是有難度 OK 好 問一下燕麗 那麼對香港來講 最吸引他們的是什麼呢 其實吸引他們的地方很多 我們先舉一個真實的一個故事 大家都知道這個港星杜文澤 他在春節的過年的期間 就是被大陸封鎖的那位杜文澤 沒錯 相較之下 他就覺得台灣真是個美麗的寶島 就是人間先進 過年期間他來台灣旅遊 也上了佛學課 他說在上課的過程當中 剛好就搭計程車 突然覺得就是上路下一些不舒服 然後臨時就去看病了 結果他本來以為 因為他在香港的一個經驗 醫療費其實是滿貴的 結果醫生非常非常細心的照顧他 也不知道他是大明星 後來他收到單據的時候 嚇一大跳 他說只要500塊錢台幣 而且大家都照顧我 照顧得無微不至 真是太細心 太體貼 所以他說台灣的健保相較之下 真的是極端 在他眼中台灣真的是棒擠 我們幫大家整理一下 相較之下香港的一個醫療費用 當然公立醫院是比較便宜 好 大家看一下 公立醫院的話你門診45塊港幣 折合台幣是182塊 急診呢 折合台幣大概是400塊 可是其實很多香港的居民 還是會認為說 如果你去公立醫院的話 要大排長龍 所以他們相較之下 他們還是會比較喜歡 私立的醫院跟診所 看一個門診 隨隨便便就兩三千塊錢 那我記得我之前 我有個朋友他跟我說過 他也是香港人 他說他來台灣玩的時候 因為這個耳朵不舒服中耳炎 那他去看病了 結果他本來想說 是不是回香港照顧要申請保費 結果一看到那個數字 他說他也忘了 大概就是幾百塊 他連申請保費都懶得申請 反而是回香港照額 做了後續的治療 他說整個療程花下來了 大概也花了快台幣一到兩萬塊 所以台灣的健保 其實被香港人是大大稱讚 那另外一個部分 最主要還是香港人經濟 其實目前看來 沒有什麼太大棋策 今年全年的經濟成長率 大概1%多 台灣我們對自己沒有信息 對不對 可是我們還有2%多 甚至有經濟學家看好 認為我們今年有3%多 那香港其實最主要的 一個零售業一直在衰退 去年又衰退了8%之多 更不要說競品業 是下跌了17% 所以大家耳熟能想 Prada Gucci LV 縮邊的縮邊 那業績下滑的下滑 所以確實 其實香港面臨的挑戰 還滿大的 所以問一下 吉拉德先生 你移居台灣多久了 其實我拿身分證的時候 是在78年 已經快30年了 我是10年前回來的 因為我讀書之後 回過香港一段時間 10年前一家人回來台灣定居 當時你香港的朋友有沒有覺得你瘋了 大部分都說 你這是神經病 台灣什麼好 大概是這樣說 但是那個時候我就說 跟杜文哲說的話一樣 只是沒有人認識我 所以大家認識杜文哲 當然會用他那個理由來講 那個10年前 他講的話就是我10年前講的話 就是覺得醫療很方便 醫療 反正居住環境什麼都很好 講到醫療 我還有一些朋友來台灣玩 最近上個月他感冒 然後走之前還再開一次醫生 因為帶他到門診才400台幣 他還說多買幾天藥 都付100塊而已 就可以吃一個禮拜的藥 回去隨便一兩千塊開個門診 要囤貨 這個就是很大的一個分別 這算沒健保 依然很好 就是我跟你講 我也可以舉個例子 我一個香港的朋友 他們全家來度假 但是他是跑馬拉松的人 就他在台灣還是繼續 這個還是去跑 可是他其實腳已經受傷 不允許那樣跑 就他腿就沒辦法跑了 後來很痛 我就說那就帶去台灣的醫院看 那就是先照一個X光 就發現他的膝蓋都是水 就是積水 所以我就眼睜睜看著他 那個一個大桶進去 抽了一大桶的血 不是 水 不是血 一大桶的水 他立刻就舒服很多了 因為那個壓迫感就消失了 然後就後續給他一些治療這樣 還抽水喔 然後還照X光喔 一個早上就搞定 不用申請退職 在香港是全部都要申請退職 要預約 就去就這樣排隊就結束了 然後就結帳的時候 因為他全部自費 所以大概一千多塊錢 台幣很便宜 其實除了錢之外 還有一個我想補充的 可能台灣朋友沒注意的 我待在看完醫生之後 拿了藥到藥局 拿了藥之後 要問一下怎麼吃藥 因為香港看完醫生 他是給你五六包藥 你自己搞定的 可能這裡半顆的雞 要切 台灣是每一餐都弄好 一包一包 他覺得怎麼那麼好 因為你吃錯藥 我們很慘的 OK 所以這個是很吸引人的一個地方 問一下建新 其實在香港做中產階級也不容易對不對 對 其實剛剛我們在講說台灣的服務好 而且對香港人來講台灣好 還有另外一點就是說 香港實在生活太貴了 我們所謂的生活的好不好 通常我們會從說 你是不是能夠提升到中產階級 來做一個定義嗎 不過你來看這個掃義 你會覺得真的是 我都不曉得我是什麼階級了 因為對於香港來講的話 香港至今研究中心 他曾經做過一個民調 他說56.7的香港人認為 他們中產階級 最低最低的一個 就是說你必須要有810萬到3240萬 這折合台幣的一個房地產 除此之外 還有63%的人認為說 好 房地產你要擁有以外 另外還要有2430萬的資產 你說你才有現金放在6塊 然後你才可以算是中產階級 然後另外還有45.5%的人認為說 你除了這個以外 現有的資產以外 你每個月還必須要賺12萬到24萬 你才夠格叫中產階級 所以說這樣的一個狀況 這是都是台幣 是的 都是台幣 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就有30%的人認為 只有30%的人認為說 自己是中產階級 所以也有70%的人認為說 我根本不能算中產階級 那這樣子我們愛麗絲 就中低收入戶 真的 不要說愛麗絲 我也是 然後我覺得你知道更夭壽股 更夭壽股的 就是說他們的那個 港府的前財政師師長 也就現在準備要去參選 特首的曾俊華爭先 他就說我也是 他就來搭槍 他就說我也是中產階級 然後這時候大家就海罵他 他說你每個月月入149萬 你的年收入等於是1800萬 你告訴我你是中產階級 你到底那是什麼階級 結果他被大罵怕 立刻改口說 沒有 我所謂的中產階級 是一個lifestyle 我說的是說我很喜歡 跟中產階級一樣 我很喜歡喝咖啡 然後我也喜歡看法國電影 我不是說我這樣的資產 叫做中產階級 可是說實在 這也反映了就是說大家 香港人對於生活的一個滿足 那個門檻是很高的 這邊我另外有一個數據來講的話 你知道香港的負債率 香港大概有730萬 可是他的人民的負債的比率 幾乎有一半的人 都有欠卡在或是負債 然後你知道嗎 在2005年的時候 大概人均的一個負債 大概是141萬台幣 到了去年 就2006年的時候是 261萬台幣 這樣成長了85% 而且私人的一個貸款 他們自己私人的貸款 也成長了2.64倍 所以說其實在香港生活 是非常辛苦的 因為這也難怪就是說 這為什麼 為什麼那個 連曾俊 瓦隆公都不敢承認 他自己是高階的 那個富有階級 問一下傑拉德 就是說香港人對官員的不滿 好像是比較 越來越強烈對不對 我覺得在港英政府的時候 因為是覺得鬼勞對不對 那是容忍的另外一種容忍度 可是成為 就是說自己人 管理自己人的時候 對官員反而是不滿的 這個情緒很高漲 其實說官員不滿 不用多說 看照片就知道了 你看看這個英女王 這是麥里浩 我們以前的港都 他到社區裡面走 這附近沒什麼警察 就算是便衣 也只有一兩個 少少的幾個 這是很輕鬆的 你看到他 不需要有警察 不是很多 然後英女王來也是幾個而已 這是當年 以前 英治時代 警察只有幾個 輕鬆鬆 但是你看一下 同樣的特首 下去之前是怎樣 滿街警察 現在 現在都這樣子 你就知道 市民對官員有多麼的不滿 這個很清楚 看照片就知道了 看照片 對 所以他現在很少去什麼 訪查民間對不對 因為根本出不去 對啊 有人說 有人說過 我看Facebook 有人說 如果你梁正義 趕一個人到那些什麼 公屋那些走走 趕一個人的話 我們全部支持你 你趕一個人過去 不帶保鏢 Facebook上面有人這樣講過 好 那梁正義的回答是什麼呢 可是我其實 因為我覺得香港的這個 整個的都市建設 那個地鐵那個方便性有沒有 因為以前台灣 台北地鐵還沒有的時候 還沒有的時候 對 我們在香港覺得這個 其實很方便 而且很Fashion的 我的廣東話 全部是靠地鐵來的 就是我的廣東話 香港的廣東話 我會講全部跟地鐵有關 下一站還甘鐘 請修三車門風過 請小心 車門 車門 就車門的那個 車門 對 我全部是這樣子的 所以有時候會覺得說 香港以前是我們很 還蠻羨慕很喜歡去的一個地方 20年前 那我想說 如果來到台灣 生活 因為不管誰要移民 我們台灣人移民到另外一個社會去 其實也都很辛苦 所以我才會講說 要很歡迎他們 因為也不容易 對不對 沒有錯 事實上從民國80年到現在 到去年 總共有7萬多個 香港跟澳門的人 是在台灣提出移民的申請 不要小看那7萬人 事實上已經很多了 而且人數不斷地在增加當中 那麼其實這個 剛剛講的那個廣東話 香港用廣東話 我們也是 我們是看三十幾年前 看廣東那個港劇 對不對 處留鄉 嗨賓狗 是哪一位 嗨賓狗這些東西 那麼香港人來到台灣了以後 有一些部分的香港人的朋友 喜歡從事餐飲業 為什麼 舉我住的板橋的舉光路好了 那邊有一個騷辣店 生意非常的好 為什麼 因為他的廚師 全部是香港移民過來的 那香港的廚師 所做的道地的騷辣 真的是棒 比我們這邊 真的道地多了 那更不要講說 有關於養茶 台灣的養茶文化 就是從香港過來的 那麼你看那個 台北火車站附近有一家 就是客滿了 到處都客滿這樣子 那確實從事 跟香港有關係的 這些餐飲業 那如果做得好的話 那麼事實上 生育會很好 但是 但是如果是中產階級 比較 收入沒那麼高的年輕人 他們通常會想要開什麼店 他們會很天真的想要開咖啡店 在台灣咖啡店的風險是非常高的 他是入門最簡單 但風險最高 因為倒的最多就是咖啡店 那像這個等於說 從新北一直開到台南 都有這個香港的朋友 來到台灣以後 開咖啡店倒閉的案例 所以並不是說 現在大概十個 來到台灣移民的人裡面 我覺得有七個 對這個移民台灣是好評的 但有三個大概左右 可能就因為他投資類似 我剛剛講的那些行業 他可能覺得沒有那麼想像中的 那麼容易 也就是說你要移民到一個地方來 你不能心裡想得很單純就是 因為他在香港收入高 大概平均現在是台灣的 1.5到2倍以上 所以台灣的這個房價物價 又沒有像香港那麼高 如果你是用這樣的心態過來的話 那確實你必須要面臨 你也不要忘記台灣的薪水低跟消費能力 也沒有那麼強 可是我覺得還有台灣 接受移民的政策跟這個服務 搞不好要趕快開始做 調整 調整 然後增強對不對 然後他們需要很多 移民家庭的一個服務跟幫忙 這個要趕快做 要展開雙手 歡迎全世界移民到台灣來 休息一下 國營大會 國營大會 好啦 跟我們來唸一個英文 叫做Internations調查 174個國家 這是什麼調查 是 其實我剛剛聽到燕麗在講 杜文哲或是瑞德哥在講 很多香港人喜歡台灣 我就會回想起以前的前新聞局長 最喜歡唸 謝志偉先生最喜歡唸的一個Rap 叫做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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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是補兜 對很多外國人來講台灣真的是補兜 所以他要Go Go Go 好 剛剛美人姐有講到的一個東西 就觸發出我心裡 我有認識一個 一個從印尼來的一個外勞朋友 我就有問他說 你們來台灣幫傭 是不是那個排名都是最後面的 才輪到台灣 要不然人家一般都喜歡去日本 新加坡 香港或其他的地方 他說沒有 我們那個 我們最喜歡來台灣 因為台灣的健保制度 跟台灣的那個 對於勞工的那個保障 真的是非常的好 香港沒有基本工資 沒有 沒有 而且他說 其實台灣的老闆 雖然我們常常會聽到 有一些好像 都會敢Call到那些老闆 可是他說 大部分的雇主都很不錯 而且如果你表現不錯 三年到了 我還包一個大紅包給你回去 所以從這樣的外勞的故事 你就知道 台灣真的是移居國家 好 剛剛美人姐講的那個 Internations 他所有一個調查裡面 我們台灣是第一名 台灣第一名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的物價低過 這我們花多少錢買到這個排名 不要這麼講 雖然很多網友 等一下我就講說 網友也覺得說 就一直在吐這個草 我們台灣是第一名 就是物價低跟醫療加 然後我稍微密誤一下 第二名的那個奧地利 是因為人家的空氣跟水都很乾淨 那第三名的日本 是因為它交通很方便 而且就是大家說 那個國家很和平 好 那必須要提的就是 第四名是西班牙 是的 然後可是我覺得 我要特別想提的是 第八名 跟我們在亞洲地區 這裡面沒有的那個新加坡 從第一名 去年是第一名 落在第八名 就是因為物價 漲得太高 還有另外一個 我們視為世仇的那個 韓國 第十一名 是因為它說 它就業 就業的那個 你喔 你視為世仇 我們對全世界開放 我已經不只講過一次 他認為 可是人家這次擠進第十一名 我覺得還差我們十名 對 是 就是因為它的就業環境還不錯 可是說實在 這個立刻被我們台灣人給吐槽 因為我們大家會覺得說 大家就會覺得說 你這個調查是不準 因為這個調查 它是針對就是說 針對就非常多的國家 然後大概有 一萬四千人的一個外國 外國人住在外國的 對 一個居民這樣做的調查 我們台灣的民眾就會覺得說 你針對外國人 外國人都領他們外國的那個 生活水平的那個薪水 他們派住到台灣又配房又配車 配了一大堆東西 他們當然感覺不到說 對 如果你是領外國薪水 在台灣住真的是 很好過 是的 而且你領外國薪水 又去吃台灣的夜市 你當然覺得說 你可以存這些東西 不是錢嗎 是的 然後除了這個以外 有一個醫師洪浩雲 洪浩雲就開始 也在臉書上 他說 你們覺得 你們覺得這樣子很快樂 我覺得很難受相估 因為他為什麼難受相估 他覺得說 其實這樣的一個 很多人 很多外國人 會覺得台灣的健保資源非常好 所以就醫非常的便宜 可是那是壓榨了很多的醫護人員 是的 壓榨醫護人員以外 另外就是說 這是不是我們 把我們的一些資源 結果被外國人給搭便車 所以說洪浩雲就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所以到底台灣是軌島呢 還是是寶島呢 我想在這個移居同城市的一個調 我們當然覺得很開心 可是在這個背後 我們可能還有很多事情 很多制度要去升級 是 OK 好 好 問一下世聰 就香港其實是一個 應該講說亞洲金融中心 可是現在地位有點被新加坡取代了 對不對 對 被新加坡跟上海 是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他其實是一個非常重商的一個地方 是 有一點就是說 你在香港不管做什麼 他也不會太計較 你有錢就好了 你能夠賺錢 大家就崇拜你 是 沒錯 其實過去的香港 是一個非常重商的社會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他們過去對於炮扣孫 像李嘉誠 他們的孫生是他李超人 但是我覺得這幾年的風向 是有點轉變 主要原因是在於說 從他們2003年開放這個陸客自由行 到香港之後 好到什麼 好到那些電租開始漲 包括說像什麼珠寶店 或是說像當地的一些大品牌公司 都大賺錢 但是一般民眾 他們享受不到這樣的福利 他們有的是什麼 我以前在街頭巷尾 我就可以吃到的廣東菜的餐廳 或是那種早餐的茶餐廳 都不見了 取而代之的就是 房價開始節節的高升 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香港的貧富差距 在這十幾年來是差 是變成是全世界 數一數二的這個狀況 我們看到前一陣子 才公布了香港富比式排行榜的富豪 大家知道嗎 第一名當然是李嘉誠 第二名是李兆基家族 第三名是郭德勝他們家族 再來是鄭裕彤他們家族 甚至第五名是劉鑽雄 他們這個錢都非常多 他們每一個人的身價都是 百億美金以上起跳 他們光是前第八名 第九名的所謂所得 都比台灣的首富都還要更高 所以你知道說 其實香港的貧富差距非常大 我們再從另外一個地方來看 這是我們從網路上抓下來的 港鐵地圖來看這個貧富的差距 我最熟的 我們來看到說 像元朗區這一帶 元朗區就是畫面 比較上面的這一帶 元朗在 對 我們看到他們是 一個捷運站之差 元朗這個地方 盆菜很有名 對 新元朗中心 跟所謂的朗平屯這個地方 你看光是一個地鐵站之差 你看他居民的中位數就差這麼多 收入是不是 對 收入 因為收入的中位數 我們來看看 靠近所謂的 元朗淳這一帶 元朗淳這個紅景臺這個地方 你看也是隔一站 隔一站的話 你看他們兩個的 這個中位數也是差非常非常多 我們再來看尖沙嘴這一帶 尖沙嘴這一帶 你看尖沙嘴的東選區 跟這個半島豪庭 半島豪庭你一聽就知道說 他是豪宅 比較好的一個住宅 你看兩個中位數也差大概 差大概是一倍左右 那我們再來看另外一邊 馬鞍山縣那一帶的話 馬鞍山縣 你看景臺院跟這個 聽饕雅院 兩個這個社區一差 你看就差了大概一倍多左右 這也是他們的收入 平均收入 對 連這個中位數的這個數字 那我們再來看到說 港島來看的話 港島的話這個正街選區 跟這個寶翠園 你看兩個也是差非常非常多 也是差大概三倍左右 另外一個比較像 比較靠近這些另外一邊的話 你看這個景品選區 跟這個城市花園 你看也是差大概一倍左右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香港只要 只要是隔一個捷運站之差 這個中位數都差了非常非常多 對 而且他這個真的 才差一個站 對 才差一個站 這個你看就差這麼多 也就是說他們其實香港是 有錢的這個社區 跟沒有錢的社區 他們這個收入是差異非常非常大 這也可以顯示出說 這個香港這幾年 為什麼很多年輕人會很憤恨 因為說實在 現在年輕人他收入非常低 然後又買不起房子 所以他當然會憤恨這些 尤其是對於那些大富豪 他們不像是以前的老一輩 可能看到李嘉誠 跟他一起賺錢 一起能夠買他的股票賺錢 現在他們根本買不起 李嘉誠的股票 所以他們對於李嘉誠的心態 就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為什麼李嘉誠 有點想要逃離香港 或是說他把他的很多公司 移到海外去註冊 因為他或多或少 他都感受到 來自香港民眾的那種不滿意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 2014年15年的時候 不是爆發一個 這個李嘉誠的這些 他在碼頭工人罷工 就說我不爽幫你工作 所以我覺得這種氣氛來說 你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到 因為這種貧富差距拉大 年輕人的憤恨 使得過去的從重傷 開始變成是說 有一點討厭商人的 這種香港的社會情節 問一下傑拉德 你10年前還在香港的時候 那一碗雲吞麵是多少 現在回去 同一個地段 很簡單講 因為我最近這段時間 還是要回去或香港 也走一次 以前在譬如說吃一個飯 去大家樂那些快餐的 大概20塊港幣可以吃一個飯 同一樣的飯現在都要30幾塊 漲了70%吧 同一樣的飯 就是10年來已經漲很多 OK 房價也是 房價更誇張 香港房價 不管香港的經濟狀況如何 已經連續漲了14年 台灣連漲10年我們都動沒掉 更何況是香港房價連漲14年 事實上我們常常會用一個指標 來衡量所謂這個國家的房價 這個地區的房價有沒有 所謂的一個泡沫話叫做房價所得比 用白話文來說就是 不吃不喝多少年才買得起一間房子 事實上香港是全球這個數字 最高的一個數字 香港你要不吃不喝長達18年 才買得起一間房子 而且是一間小小的 對 超小 因為平數很小 對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右邊有一個相關的一個統計 香港到去年第三季 他們的平均的房價的一個房價 中位數是2000 將近200萬的這樣的一個房價數字 這是台幣嗎 對 台幣 已經成為台幣了 他們的一個家庭年收入的 中位數是121萬台幣 所以相較之下 他們買房的壓力是很大的 更不要說這個 剛剛提到的房價所得比 你對照比如說第二名的澳洲雪梨 第三名的加拿大溫哥華 事實上溫哥華過去一年 他房價也漲兩成多 好可怕 全世界各地 其實其他幾個主要城市 都漲很多顆 可是即使漲這麼多 也沒有香港來得這麼離譜 所以事實上為什麼 大家還記得上一次的 這個戰中運動開始之後 我一些台灣媒體的朋友 他們特別飛到香港去做一個採訪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篇專題報導 他採訪了一位四十幾歲的 一位中年人 結果那個中年人說 就他自己的同學 朋友 親戚裡頭 舉凡四十多歲的朋友裡頭 買得起房子的 沒有一個是靠自己的能力 全部都是靠爸爸 媽媽 不然就是乾脆不買 因為事實上香港 它還是有所謂的一個公屋 可是香港公屋的比例很低 一%左右 跟台灣一樣 都算是全世界公屋比例 比較低的一個地區跟國家 公屋在哪裡 公屋右上角有個照片 這是公屋啊 對 所以其實環境 環境坦白說 不是讓人那麼覺得 居住品質那麼好 然後它的坪數也比較小 公屋的租金呢 一個月的租金港幣 也要幾百到幾千塊 折合台幣大概也是要 按照坪數 也是要至少1300到 將近17000左右 重點是因為公屋的比例 實在太低了 你要抽還不見得抽得到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商人剛剛世衝有說 商人腦筋動得快 看到市場的需求 房價又貴大家買不起 於是乎就推出了小坪數的房子 李嘉誠先生在幾年前推出了文型公寓 什麼叫文型公寓 就跟文子一樣平數小的一個房子 那室內的空間只有4.8坪 這個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它還是有廚房 然後也是有小小的客廳 感覺上什麼都有 可是實在是不便宜 一戶高達600多萬 然後大家就笑稱說 這麼小怎麼住人 跟香港監獄的單人房差不多 但問題是因為總價比較低 所以我記得那一陣子新聞 播出來的時候 我居然看到連比丘尼都去排隊 去搶購 因為就是因為房價實在太貴了 所以問你傑拉德 如果公屋沒有辦法 因為要排隊 或者有資格限定對不對 是 有一個收入的規定 像我10年前 10年前我在香港的時候 是私人家庭要15000港幣 低於15000港幣才可以申請 所以我那個時候一直 反正我一份工作 已經超過15000 那怎麼可能申請 現在我查過 最新是大概10萬 差不多11萬 私人家庭11萬台幣 就是11萬台幣也是不多 然後兩夫妻如果去工作的話 幾乎也不可能申請 那買私人的房子大概 要買不起 所以我一直覺得房子 房價貴還不是問題 租金貴才是問題 台北是租金嚇死人 台北租金太便宜了 對啊 我租台中更便宜 所以房價不管它漲多少 但是反正租金很便宜 就還可以生活 香港租金有多貴 香港租金有一些是大概 不是正中心 不是什麼尖沙嘴那些 只是偏遠的 可能在觀塘 遊塘那些地方 大概15坪 租金是台幣5萬 6萬 15坪 而且很遠的 比較遠 到市區可能要做半個小時 捷運那些 而且香港人也很奇怪 就香港島跟九龍 港島跟九龍 對不對 那住港島的人 有時候會開玩笑說 哎呀 你多久沒去九龍 他說我忘了帶護照 也就是他們 他覺得九龍都還不夠 不夠這個韓眼 就是比較 對 所以你看他們那個貧富差距 更是更是可怕 休息一下帶回來 好 我們請問一下市聰 香港這從雨傘革命以來 就是不斷的有很多的政治的抗爭 對不對 是 沒錯 我們看到說 為什麼這麼很多香港人 願意移居到台灣 我們舉一個非常簡單的 自由度來比一比 這是一個自由之家 2017年的世界自由度的報告 我們可以看到說 台灣的自由度是91分 是超越美國 排名亞洲第二 那評比的話是我們的政治權利 或是公民自由是最自由的這個部分 但是我們對比香港 我們自由到 坦白講 你現在叫我費點唇舌罵政府 我都還捨不得 是 沒錯 就是大家都可以罵 懶得罵 你們看到香港就不一樣 香港你看它的自由度是61分 而且它是持續的不斷在往下滑 它是209個地區中間 排名到107 那主要為什麼會下滑 主要是這幾年香港爆發非常多的一些 政治干預的這個事件 包括銅鑼灣的書店店長被失蹤的這個案件 包括說他們在新聞跟學術自由方面的 這個權力慢慢被這個牽制起來 還有前一陣子的話 香港的這個獨立 這個立法派跟港獨的這個色彩的 這個所謂的委員沒辦法去就任 因為這個北京就說 因為基本法的關係 不讓他們這個宣誓就職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其實 雖然說大家都講在這個97年之前 鄧小平是說這個馬照跑舞照跳 但是說實在 現在香港的這個感覺 已經跟以前不太一樣了 那我覺得 其實我們可以從幾個例子來看 像前幾年 這2015年 不是有一個非常有名的片子 叫做十年 對 十年這個片子的話 在香港引起大家討論 因為很多人就把它譽為是說 這是香港未來十年之後 縮影的一個預言書 就你知道中國大陸就怕說 因為他那時候有入圍金馬獎 他也入圍香港的這個金像獎 他想說萬一這個在中國大陸直播的話 這個可能會對中國大陸產生一些衝擊 所以他索性就說 他中國官方甚至下令 因為十年的關係 不准中國大陸的電視平台 或是說網路平台 播當年的金馬獎 跟香港金像獎的頒獎的典禮 所以你就知道說 其實中國大陸對香港的政策 現在是開始在緊縮的一個狀況 就連說前一陣子不是爆發非常多 這個中國到這個所謂這個 進入香港的時候被毆打這個事件 他們也都要緊縮香港的 這個所謂的旅遊人數 所以我覺得他是給 同時用高壓 同時又縮緊這個香港的權力 讓你香港乖乖的聽中國的話 不過我想其實你說銅鑼灣 這個書店老闆被失蹤這個事情 對外資投資在香港 而且香港很多外國人 比例非常非常高 它其實還真是蠻國際化的一個城市 這會不會有影響 當然會有影響 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其實以前叫東方之珠 然後它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它是其實是亞洲的金融中心 我們不客氣說 雖然我們台灣說想要成為 所謂的亞洲金融中心 那麼這些年以來 包括金融外資進來 包括房地產的飆升等等 那麼在香港創造了一批 這個等於說很優秀 然後收入又很瘋的中產階級 可是外資源源不斷進來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香港的自由度很高 當然從馬照跑舞照跳 可是你看銅鑼灣事件 突然間被失蹤 你不要忘記被失蹤的那段時間 一開始完全不知道到底怎麼回事 然後更不要講蕭建華這個事件 對不對 然後來了那麼多事件一樣 剛剛講到雨傘革命 可是你也不要忘記 雨傘革命是香港這些年以來 我們都知道香港有很多 所謂三合會出身的一些黑道 比如說新義安 14K等等 過去黑社會是黑社會跟黑社會火拼 在雨傘革命開始 是黑社會出來砍人 你知道嗎 公開的砍 公開的砍市民 那明報的總編輯也被砍 然後包括等於說相關的這些媒體 如果你有不同的 你看那個肥老李也是一樣 黎智英 他一樣也遭受到這麼多的那個 所以事實上 他的新聞自由度在後退 然後再加上有這麼多 因為根據香港基本法的規定 在香港只有香港的刑制人員 可以針對相關的犯罪事實 如果你覺得有問題的話可以逮捕 中國公安是不可以來逮捕的 可是顯然目前為止 已經打破了這個香港基本法的一個 等於說那個 香港比較特別就是 你說像六四天安門事件 台灣就是紀念了幾年之後 也就忘了 可是香港是沒有斷過的 他每一年都在紀念 每一年都在遊行 你不要忘記 六四名譽人士的逃亡 從後面真正出錢出力 安排台灣路線的人 都是香港人 你知道嗎 所以事實上 他們現在就非常的矛盾 所以為什麼 這也可以解釋 為什麼他們會到台灣來 我遇到一些香港朋友 比如說有在肯定 我住過一個香港 移民到台灣來的朋友 所經營的民宿 然後我有時候到這個 等於說港澳地區 去跟他們聊天 他們其實非常羨慕我們 你不要看他們的特首 他們的特首跟他們的 所謂立法局的議員選舉 事實上在他們心目中 並不是真的 因為他們沒辦法說 我就真的選出誰 沒有辦法 所以他們來到台灣觀光區 台灣現在的香港旅客 從墾丁大街一直到西門町 都是很多香港旅客 他們會赫然發現 台灣竟然連一個里長的選舉 都可以成立競選總部 你知道嗎 從機場的選舉 一直到總統的大選 他們瞬目結舌 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民主自由的部分 就是你思想言論自由的部分 還有一個就是經濟的因素 我問你很簡單 你在香港 你看香港公屋 本來說一年 那時候香港的特首說 一年要建八萬戶的香港公屋 可是問題是 我問你一個現象 你在台北市 如果只能住10坪的小炮房 你到新北市去 同樣的錢 可能可以住30坪 你到中南部 可以住五六十坪 你如果是香港人的話 你會做何選擇 所以有一位香港的小姐 她就高中完以後 來師大讀書 讀完以後 爸爸媽媽媽退休 剛退休 從香港退休 還有一份不錯的錢 也有房子這樣 她是來台灣 來台北 下來探望女兒的 結果一帶到朋友的家裡一看 他們就決定移民台北 你知道嗎 移民台灣來了 因為同樣的條件 如果現在香港人 現在香港是這樣 如果你是中產階級以上 你又有房子 那你不一定要把房子賣掉 你到台灣來 你或租或買 對不對 你用香港的房子出租的錢 你在香港出租的錢 很好過了 你來台北 你來台灣住 你不僅住 住戳戳有餘 你還有餘錢 然後可以等於是這樣子 那你為什麼不讓自己過得 比較好一點的生活 歡迎你盡量來台灣消費 OK Welcome Welcome You are very welcome OK 問問一下 從雨傘革命到旺角的暴動 之後香港現況是怎麼樣 加拿德 應該是這樣說 首先我講一下 台灣朋友可能知道 我們一直看到我都是講足球為主 足球主播 不過在香港人的話 我是另外一個角色 就是我有寫個幾本 關台灣的書 就叫他們如何融入台灣社會 如何創業 做什麼生意等等 我大概有寫過這些書 那你有沒有寫重點說 你說對不對 你要回答什麼 我說我都不懂 聰明 一樣能生存 因為台灣就是很包容 另外就是 所以我這幾年 這兩年 認識很多香港移民過來 都會找我 大家了解一下 所以我也知道他們那個 對社會那個狀況 所以所謂勢列就是 以前香港人對政治 沒什麼興趣 現在好像每一件事情 都會多少政治化 比如說老闆會問你 你怎樣 你支持誰 你會支持戰中還是反戰中 類似會常常吵架 以前法案沒有 另外就講到 那些生活上的事情 就是像我有一些 譬如說這些地方比較 香港的地方比較小 便利店小小一間 他們來到台灣 那個怎麼那麼大間 還可以吃東西 看醫生這些小小 這兩張照片 還是我朋友的家裡 現況的是真實的 不是記者找出來的 我的朋友 這是一個五人家庭的住這些 十幾坪的房子 就是非常小見 對於生活上 他們會比較不滿意 政治上有時候 他們其實也不會太在意 只是多了一些吵架事件 可是香港藝人好像一直 要有所表態對不對 因為他們不一樣 他們要賺錢 他們要講那些話 可能得到一些什麼 酬勞很多 酬勞他們就是要這樣講 其實私底下也是一樣 很多做生意還是這樣講 問題是我們都不知道 藝人是公開講 對 所以我覺得分別在這裡 所以藝人公開講 大家都會大罵 所以說今年的特首的選舉 就不會有影響 今年的特首跟我們 就是跟一般鄉人 一點關係都沒有 只有1200人 才有資格去選 所以還是沒有辦法參與 什麼時候才讓你們直選 如果 當初交接的時候 要想很久 對啊 當初港英政府交接的時候 是有這個條款的 本來是有 他是這樣講 好像說 特首是可以給香港人去選舉 所以有些朋友問我 台灣朋友問我 你們香港人口多少 我說香港人口只有1200人 因為香港人可以選特首 就只有1200人 知道嗎 其他不知道哪裡人 OK 所以這個衝突不斷 對 因為事實上其實台灣 對不起 香港跟這個中國大陸之間的 這個矛盾跟心結 其實這幾年其實是越演越烈 那我記得我之前採訪過 一位外商的總經理 他是香港人 所以他人有時候會在台灣 那有時候會在新加坡 那重點是他是香港人 我就曾經請教過這個議題 那因為他知道我是媒體人 所以他講話比較謹慎 他說其實還好 衝突也沒有那麼多 心結也沒有那麼嚴重 可是我必須坦白跟你講一件事情 幾年前我老婆生小孩的時候 居然找不到病床 因為很多中國大陸的人 他們來香港生小孩 所以確實造成了一些當地資源 來香港生小孩就會成為香港居民嗎 對啊 是這樣子吧 是 因為香港是屬地獨立 對 所以這個總經理他就跟我說 那這些大陸人為什麼要來 要拿香港身份 比較方便 去過外什麼都比較好 而且一態化 那個時候有 最近好像去年取消 取消 以前前兩三年還是一胎 所以香港生的那一胎不算 對 他不需要大陸戶口 他三個三個都可以 OK明白 對 所以後來這個外商總經理他就說 他真的是費了一番力氣 以他的人脈 終於找到了一個病床 讓他老婆順順利利把小孩生下來 可是小孩子生下來沒有多久 又面臨到另外一個問題 搶奶粉 他說奶粉真的很難買 因為那個時候很多中國大陸的一些民眾 比較有一些經濟實力的 他們會認為在香港買的奶粉 品質比較好 比較安全 所以反而又造成了很多香港當地 居民買奶粉又覺得很不方便 怎麼連生活上都會帶來 這麼這麼多的一個不便 那更不要說其實這幾年 我剛剛節目有提到 其實這幾年香港的經濟 確實是有一些下滑的一個現象 那香港居民就內心就非常的矛盾 就會覺得說 我們還是很希望大陸觀光客來 怎麼樣讓兩邊之間的友誼 你看我用字眼幾次 讓兩邊之間的友誼更長存 我想就是他們內心裡頭 不停問自己的一個問題 其實如果一個有前瞻心的政府 他考慮的不是整個移民政策 因為要想移民最重要的 其實很多是為了教育 所以台灣的這個國際教育的這個尺度跟這個執照 或者是跟這個空間一定要更開放 對不對 所以現在有這種私人心學這個 其實人家是負得起這個學費的 所以你可能要更方便 因為台灣少子的話 很多學校往後十年都可以關掉了 因為這麼招不到學生 所以你知道 可是高品質的這種教育的需求 是非常非常的有需要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你搞不好要更多的一個開放 讓他們在這種 可以來台灣移民 因為有國際學校可以讀 那我覺得這個可能會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誘因 不要去擋這個事情 OK 休息一下 大家回來 其實2014年的這個 雨傘革命戰衆運動 我剛好人在香港 我還特地過去看了一下 我看到我嚇一跳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都是年輕人 高中生 站的比例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你看他們 年輕人站出來壓力有多大 真的 因為其實剛剛我們都講成人的事件 其實香港的年輕人 尤其學生 他們也真的是非常壓力非常大 所以說其實這裡有一個統計 我看了真的嚇一跳 就是說 香港有一個統計 就是說 它從2015年開始 就開始爆發了那個自殺潮 然後從2015年到2016年 已經有51人 已經有51個自殺 而且這是連緩的 他們彼此不認識 都是個別的案件 可是一個接連一個 到2017年 貴你才沒有多久 都還沒開學 我昨天跟製作單位在蕊的時候 我想說 會不會是因為他們要開學 要開學了有那個收價證後群 所以又死了兩個這樣子 對 可是你知道嗎 這個東西就可以知道 香港的學生真的是壓力很大 香港教育局出了一份這個 叫不自殺契約 這個我覺得非常的扯 我昨天看到這個 是怎樣 我只要順利畢業不自殺 我可以領獎學金嗎 是的 我昨天看到這個的時候 這是香港的政府 他們的一個 教育局的一個方法是說 我跟你簽契約好不好 你可不可以保證 你在就學的哪一年到哪一年 你不要自殺這樣子 這個就被罵翻了 就有學者講說 你的意思是說 他如果說他違反契約 他到了陰間去 你還要跟他追討 你還要說 你要治他有罪嗎 你還要說 你這樣子 你怎麼可以違反契約呢 所以說這個東西 我覺得連我自己看了 我會覺得說 我本來不想死了 我看到這個我以前說 了解 你還要不敢走 稍後 你還要給我